年轻貌美的女孩白天是青春迷人的女孩 但到了晚上,没人的时候就会变成男人的妻子 故事还要从几年前晚上的一场车祸说起 男人的妻子侄子和女儿奈美出去玩耍 一条蜿蜒曲折的路上,一辆大巴车正在缓慢行驶 这个司机明显犯困,开着车就睡着了 等奈美发现不对劲的时候 车子已经不受控制地翻下了悬崖 逆无所知的丈夫,青春还在悠哉地吃着早餐 直到打开电视,看到这场车祸时才恍然大悟 丈夫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明明昨天母女两人还活蹦乱跳的 当丈夫老田赶到医院时 看到两个尊压的女人躺在病床上,已经昏迷不醒 听到妻子奈美,在弥留之际对自己说出这女儿的名字 老田急忙拉过女儿病床,把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 没过一会儿,亲死就断了气 在一旁的岳母也急晕了过去 男人也伏在病床前痛哭流涕 可就在此时,情绩发生了 戒指亮出红光,虽然没了生命迹象 但在一旁的女儿,慢慢有了呼吸 随后缓缓睁开眼睛 老田看到了女儿,醒了非常高兴 老田不知道,妻子的灵魂已经进到了女儿的身体里 就在老田叫医生的时候 女儿嘴里叫的不是爸爸,而是她的名字 老田,自己是她的太太,侄子 只是自己的灵魂到了女儿的身体里 老田听了,简直不敢相信 很快,老田为妻子举行了葬礼 可脑海里,还是不相信自己的女儿变成了妻子 但眼前的奈美,说出了他们夫妻俩太多的小秘密 不得不让老田开始怀疑这一切到底是不是真的 而侄子,自己都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自己怎么会变成女儿的模样 准确地说,是自己的灵魂住进了女儿的身体里 葬礼上,亲朋好友都爱吊咽 只有老田没有流一滴眼泪 病房里,老田建议两人保守秘密 守口如瓶,找回自己女儿的灵魂 出院回到家后,奈美的每一个动作 甚至说话的语气仿佛和侄子一模一样 侄子看到自己的遗像,戴了戴自己生前的戒指 老田不失礼貌地尴尬一笑 花园里,老田发现他和侄子的动作一模一样 就连上班前,奈美抚摸着他的下巴的习惯都和侄子一样 还调侃地说到,他的胡子茶少了 原来老田的工作是一名厨师 在日本专门做中国面,对咱们的生抽和盐了解得非常详细 家里的侄子回想起和女儿的快乐时光 网上的心性吵闹都不复存在 只剩下侄子躺在女儿的床上,回想着一切 为此,老田还去查阅了资料 发现真的有人经历过同样的遭遇 书上说,只要有人同一时间死去 另一个人的灵魂就会还魂到另一个人的身上 最爱的人复活,老田应该高兴才是 可自己的亲子还魂到女儿身上就有点离谱 毕竟有些事干起来不是那么方便啊 在外人眼里,奈美依旧是老田的女儿 所以奈美不能再带着婚戒 于是,亲子把这份爱转移到小熊里 她把戒指取下来带到小熊身上 来表达自己的爱意 而女儿现在应该是一名普通的高中生 所以亲子不能一直在家闲着 应该让自己回到校园 过着女儿原本的高中生活 回到学校后 田田还不放心侄子可以适应高中生活 可继承奈美的身体之后 侄子也很快恢复了自己的学习能力 而且也很快地融入了高中的收获节奏 和同学们之间相处也很不错 可越是这样,老田越是拘谨 就连侄子给他搓澡的时候 也感觉怪怪的 在事故赔偿大会上 许多人都对赔偿不满 还有人看不起死去的家庭主妇 可在这时,侄子站了起来 而他的主要目的就是找到事故的真正原因 赔偿方面才是次要的 原来就在事故发生的 他听到司机是有两份工作 而且都是开车的生计 怪不得司机会睡着 侄子在女儿的身体里生活了两年 这两年对老田来说 简直就是煎熬 转眼就到了高考的时候 老师对眼前的奈美过于关心 这导致他回家 对着老田发牢骚 好像这个老师知道他不是奈美一样 老田却说 只不过是老师对你的关爱罢了 奈美也到了成年的年纪 半桌上和老田聊起羞羞的事 这可把老田吓得 急忙说道 这能怎么办 自己的行份住进了女儿的身体 实在是有些为难老田了 在超市里 老田偶然遇到了奈美的老师 两人交友中说到奈美抱志愿的事 老师年轻漂亮有气质 老田成熟稳重又大方 交谈中 两人相互产生了情愫 彼此产生了好感 度过的奈美 正巧看到了老师和老田的那一幕 看着老田迟迟的眼神 他好像明白了什么 于是他提出 报考离家比较远的脑科医学院 来死证明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其实是为了给老田一些机会 然后用奈美的身体 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后无时无刻都在用心学习 好在考试一切都很顺利 他如愿考上了自己喜欢的大学 两人准备庆祝一番 于是他们去了两人恋爱时 经常去了酒馆 回忆着两人过去的幸福 虽然已经物是人非 但记忆还在 侄子接着酒精开玩笑说 让老田去追求老师 可老田没当回事 还是和侄子打起骂俏 但在一旁的厨师 面对二人的亲密举动 看傻了眼 好大一会儿才缓过神来 这一晚 他们喝得很尽兴 酒精的挥发 让老田的身体开始发烫 他拉开了奈美的被子 依然给他盖好 老田还是无法重开这人心的门 侄子看在眼里 挨着老田睡了一夜 他们之间什么都没发生 什么话也没说 第二天 一家人吃了一个团圆饭 这天是亲子的忌日 他们去了车祸发尚的地方 好多人都在为死去的亲人悼念 不久在吃饭的时候 还给司机的儿子解了围 好在他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 很快就还清了老田的钱 就在两人聊得开心的时候 侄子说出了司机出车祸的真正原因 很快侄子就去大学报到了 由于侄子长相甜美可爱 很受男孩子们的欢迎 有一个长得高大帅气的男生 主动过来搭讪 邀请他参加翻船俱乐部 带他玩了他从来没碰到过的游戏 从此 侄子的生活越来越丰富 老田一个人在家中独享孤独 躺在地板上看着凋谢的花朵 无聊的他只能用酒精麻痹自己 侄子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 回到家后 还对老田爱搭不理 越是不开心的时候 还接到了男生给侄子打来的电话 原来就是那个翻船俱乐部的大马哥 深宿的丈夫趴在地板上 投听侄子讲电话 傻子都能看出来 这大马哥看上了侄子 还邀请他周日做运动 不死心的老田 到侄子房间翻看着 每一个和大马哥相关的信息 而且还偷偷地记了下来 看到这个面前比自己帅气英俊的小伙子 突然听到楼下汽车响声 原来是大马哥送侄子回来 他急忙地跑下楼 能做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上完一天学回到家后 还要给老田做饭 老田懒得成饭都不去 简直是懒到了极致 面对大马哥的追求 侄子一直拒绝 可老田还是疑心很重 监听了侄子电话的一举一动 这摆明了 自己得不到的也不让别人得到 就连自己找来为自己打掩护的电话 老田也是慢悠悠地接听 然后装作不知道的样子 跟踪他 来到了两个人约定的咖啡馆 面对老田的警告 大马哥毫不放在心上 于是老田当地发疯 大喊大叫 我们来自外太空 这也让侄子的面子碎了一地 回家后 侄子就找到了那个监听器 为此还和老田大吵一架 面对老田的无理取闹 像小孩子一样 哭诉着 自己放弃了所有自己的追求者 侄子也很无奈 自己活在女儿的身体里 无法像其他正常的亲子一样 正常地陪伴在丈夫身边 经过这一次的争吵 两人的关系逐渐变得陌生 就连做夫妻之间的那点事 老田还是下不去嘴 失落的老田坐在窗边的角落里 望着窗外的侄子 两人都心知肚明 莫哥的老田走在路上 好巧不巧 又被司机的儿子撞个正招 于是知道了司机真正平民的原因 原来司机是有两个家庭 有两个家要养着 都是年轻时重的婴儿 回到家后 老田也明白了一些道理 每个人都有自己生活的权利 既然亲自活在女儿的身体里 就应该有着自己的生活 拥有着自己的空间 直升老田喝着闷酒 醉酒醒来 发现奈美站在自己面前 刚刚清醒的女儿 不敢相信自己还活着的事实 是的 女儿回来了 可在父亲给女儿讲解所有事情的时候 奈美又晕了过去 再次醒来的时候 侄子又回来了 侄子听到女儿回来的时候 也是兴奋不已 为女儿写了封信 就这样 女儿和妻子的身份 一直在不停地转换着 可能这也是到了侄子该走的时候 她自己也感觉到了 两人用写信的方式 来传递着一家人之间的爱 就这样 父女俩录了视频 好方便侄子醒过来 观看女儿和母亲的对话 不久后 侄子把老田约到了两人消失的地方 因为过了今天 这副身体将永远属于女儿 两人回应着过去的每段经历 但很快之后 谁也不讲话 仿佛那句 不说出再见 两个人都不会再分离 可是这种温存仅限于今天 两人只手相看泪眼 互相依靠着 去了曾经两人去过的地方 到了影片的结尾 男主一直是被蒙在鼓里的 男主送自己的女儿 走上了婚姻的殿堂 可是到后面 女儿很习惯地 摸了摸男主的下巴 因为摸下巴这个动作 一直都是妈妈对男主的惯用动作 到这个时候 男主才恍然大悟 啊 原来自己的老婆 这些年一直在骗自己 自己女儿的灵魂根本没有回来 原来面前的这个结婚的新娘 就是自己的老婆 我觉得这部影片 讲的大概就是男主这样 深沉高尚的爱 她最后其实是同时失去了生命中 最重要的两个女人 自己的老婆和死去的女儿 看着老婆欺骗了自己那么多年 最后还嫁跟了别人 她选择的其实是原谅和放手 最后 有时候放手的确也是一种爱吧 好了 今天的分享先到这里 欢迎评论区留言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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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